政府不应考虑用定立文士技术方式回应法院的判决, 而应积极定立及推动適用于个人事务的持久授权书。 有些人不断耻笑其他人喜欢冲大头鬼用A货, 某些国家A货华盈时, 对于有人在更重要的婚姻大事上如目混珠事若无睹, 自欺欺人地大力推荐把A货当作真货, 甚至阻止其他人只卖真货, 必须同时卖A货, 并且用很多冠冕堂皇的说话去合理化美化A货, 但假的真不了, 手袋依然如此,婚姻亦如此。 中审法院最近有关同性婚姻的裁决令人违陷, 虽然一方面,法院裁定香港不承认同性婚姻 以及不承认外地注册的同性婚姻并没有威胁, 不过裁定政府未有履行积极移务, 确立替代框架, 让同性伴侣关係获得法律承认, 是违反了香港人权法。 简单来说,法院裁定香港就算不承认同性婚姻, 亦要为同性伴侣提供由于婚姻的福利和权利, 并且要在两年内实行。 至于这些福利和权利包括什麽呢? 法院没有清楚地定名, 留意政府来处理。 当然,如果政府将来没有为同性伴侣提供 某些现行的异性婚姻所享有的福利和权利, 相信同志团体可以续项地再次提出私立复合。 以过往中心法院的判例, 他们很大机会亦会胜诉。 按中心法院的裁决, 以及同志团体的要求, 未来政府将会面对要求定立同志伴侣法, 即所谓民事结立Civil Union的压力。 虽然在不同国家, 民事结立有不同的意思, 不过主要是指两人向当局注册一种获得认可的关系, 而享有一些犹如婚姻的权利和福利, 包括遗产继承、医院探视、 喪事和骨灰的处理、税务优惠、 以及申请资助房屋等等。 总之,凡是异性婚姻所享有的, 同性伴侣几乎全部都可以享有。 虽然没有婚姻之名, 但有婚姻之实。 一般来说, 最具争议的只是有另一个问题。 不过,按西方国家的发展, 民事结立只是一块踏脚石, 最终会变成同性婚姻。 即是说,如果接受民事结立, 已经几乎等同接受同性婚姻和同性伴侣领养小朋友, 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而不是真正坚持两个同性之间的关系, 不应该被视为婚姻。 其实,除了订立同性伴侣法之外, 政府仍然可以有其他选择。 例如,用持久授权书的方式, 容许所有人, 包括同性伴侣, 透过授权的方法, 给自己最信任和关系最密切的人, 在自己昏迷的时候, 可以去医院探视, 作出一些医疗方面的决定。 万一不幸过身, 也可以处理后事、骨灰安葬和遗产的事业。 总之, 所有在个人范畴内的事, 都可以代为处理。 而一些涉及公币和公共政策的事业, 就不会自动享有或继承。 例如以家庭名义, 来到申请公屋、合并报税、 配偶的医疗和服务等。 归因究底, 成年的同性戀者在私人的财产或个人事务上 想如何安排, 大家应该尽量尊重。 但一旦涉及社会福利, 一定要尊重大部分市民认同, 究竟婚姻是什么呢? 为了对这种关系, 投入多少公币来支援呢? 根据现行的婚姻制度, 婚姻只是限于一男一女之间的事。 而考虑的不单只是两个成年人的福子, 包括所有潜在可能出生的儿童福子。 因为儿童能够在亲生父母的照顾体内成长, 是最符合儿童福子的。 两个妈妈无论多亲爱子女都不能够取代爸爸的重要性, 两个爸爸也不能够取代妈妈的角色。 任何蓄意和人为剝夺小朋友在亲生父母照顾下成长的机会, 根本是严重的若疑行为之一, 也侵犯了儿童的基本权利。 因此,两个同性戀者在私人范围的事务如何处理是个人权利。 但涉及公共政策和儿童福子, 就不是个人权利的问题。 如果要让同性戀者和同性伴侣享有犹如婚姻的权利, 就一定要得到市民大众的认同, 并愿意为此而附上大量社会资源, 特别在公共资源这麽紧绝的社会环境。 如果有关权利涉及领养儿童, 更加会激起大批重视儿童福子的社会人士强烈抗议。 明明两个同性之间的关係不应叫婚姻, 为何又可享有犹如婚姻的福利和权利呢? 并且由几个法官排除了原审法官 及上诉乘三位法官的裁决, 以及中审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见后, 而作出这最后的判决。 而政府及全体市民根本无角色及权利 表达对现行婚姻制度的意见, 被逼接受不被认同为婚姻, 但可享有犹如婚姻权利的A for婚姻关係, 根本不合理。以外国经验, 推行民事结合等于为同性婚姻大开绿灯, 因此既然法院已讲明不承认同性婚姻无违宪, 而为了严防出现同性婚姻及同性伴侣领养的情况, 政府不应考虑用定立民事结合的方式 去回应法院的判决,而应该积极定立及推动 適用于个人事务的持久授权书。 同性婚姻、同性配偶福利及领养儿童问题, 是所知具争议性的问题,如果霸王硬上攻, 只要为社会带来另一次严重撕裂及抗争, 任何有关婚姻制度及相关福利及权利的讨论, 必须先取得大部份市民的支持及授权, 捍卫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以及不能人为剝夺小朋友在亲生父母抚养下成长的 基本人权,是明光社及不少维护专重婚姻及家庭价值的团体, 在未来仍然会义无反顾为此奋斗的目标, 并且会向任何犹豫婚姻的A4说不。